大家好,欢迎收看动心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爱情悬疑剧 爱的成人是 与千万人间遇见你 从相识相知到相爱 一路艰辛坎坷 希望我们都能珍惜好好爱 在一次联谊会上 身体肥胖且其貌不扬的大学生西数 邂逅了美丽茧子 番局上众人嘲笑茧子 牙医护理的职业 一向懦弱的西数竟然站起来为茧子解围 他鼓起勇气打断了他们 做了自我介绍 这样茧子似乎对他产生了好感 后来的几天 参加联谊会的几个人 约好在海边玩 自憋的西数 只能看着茧子和其他人嬉戏 躲起来休息的西数 又遇到茧子 茧子和西数聊天 茧子将电话号码留给了西数 回到家后的西数 反复默念那个电话号码 终于鼓起勇气打给茧子 茧子说他在等西数的电话 认真木娜不会撒谎的西数 他很喜欢 说一个人太孤独 想和西数一起吃饭 他们两个约好了 在星期五一起吃饭 第一次约会 西数西装活力 十分紧张 但是茧子并没有嫌弃西数 很喜欢 在茧子的影响下 西数开始了改变造型 西数把眼镜 换成了隐形眼镜 他改变了自己的发型 还报考了家校 之后两个人约会不断 感情迅速升温 他们互相给对方起了绰号 茧子叫西数为西军 西数叫茧子为小茧 又是一次联谊会 众人相约去打网球 北渊和茧子走得很近 还送了茧子回家 回去后的茧子和西数 都很不开心 西数以为茧子喜欢上了北渊 茧子以为西数喜欢上了河美 忌妒 大概是因为足够喜欢 晚上茧子给西数打电话 茧子对西数说 他不喜欢北渊 喜欢西数 西数很开心 又很感动 茧子向西数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这天晚上 西数去了茧子的家 他告诉茧子 我喜欢你 我爱你 两个人互相袒露心意 相拥而吻 在平安夜的时候 两人的爱情达到了顶点 西数和茧子在酒店吃饭 然后在酒店过夜 西数在大街上 为别的情侣嘲笑 他和茧子不般配 西数穿上了茧子送他的鞋子 在茧子的鼓励和建议下 西数开始决心要运动减肥 他想让自己配得上茧子 茧子说他愿意帮助西数减肥 随着时间的增加 西数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 大学毕业后进入职场的西数 被公司安排去东京工作 两人开始了异地恋 刚开始两人还挺好 西数每周都回来看茧子 西数开车回来陪茧子过生日 还送了一枚红宝石戒指 西数在公司邂逅了美丽的石丸 在公司的宴会上 西数为石丸挡酒 不惜和上司发生了冲突 这让石丸对西数产生了好感 在工作上 西数运用自己的数学天分 帮助石丸完成工作 石丸请西数吃晚饭 表示感谢 两人在饭桌上相谈甚欢 西数觉得石丸是比茧子成熟的女孩 茧子买了新式永逸 约好了西数 星期六一起去海滨约会 同时在一场联谊会上 石丸邀请西数 周六去看朋友的话剧 西数难以拒绝 于是把茧子的约会 推到了下个周六 结果在三周后 才去见茧子 茧子在车上告诉西数 自己两个月没来立假 可能怀孕了 西数开始和石丸保时距离 并拒绝了石丸的告白 西数在电话里提出 要和茧子结婚 但茧子觉得凤子成婚 很羞耻 西数说不会再逃避 带着茧子去医院 把孩子留掉了 西数在饭局上 和石丸诉说自己的苦恼 石丸提出爱得成人士的说法 初恋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 但不一定是绝对的结果 它让一个人更加成熟的 去面对新的爱情 西数释怀了 开始和石丸约会 西数在茧子家中 不小心把茧子喊成石丸 伤心的茧子 开始逼问西数 石丸是谁 脑袖冲动的西数 专门离开 西数开始正式和石丸 确认关系约会 又是一个平安夜 在美的邀请下 西数来到石丸家里 和他的家人一起过平安夜 西数向石丸提出了结婚的想法 石丸犹豫 玩弄着手上的红珠宝钻石 这让西数想起了 之前送茧子的那枚红宝石戒指 西数想起前几天 打错电话给茧子 茧子还能下意识地 喊出西数的名字 茧子会不会认为 两个人还没分手 在平安夜 一个人傻傻地等着西数 西数忍不住往下想 他开车 跑到了酒店门口 可在酒店门口 西数看到茧子 和另一个叫西数的胖子 正在约会 胖子是茧子的现男友 而帅气的西数 是茧子的前男友 英俊的西数 在出轨试玩的同时 茧子也在和胖胖的西数约会 一滴烈 熬过时间 熬过距离我们就赢了 在爱情里我们要真诚 亲人不要建议撕迁 爱情会让一个人的人生发生改变 有的人在爱情中 获得成人式的成长蜕变 而有的人却在爱人的蜕变中 获得伤痕 愿世间的恋人都能真诚相待 愿世间的情人都能终成眷属 愿我们能够对自己的感情争执 愿我们的真情能够不被辜负 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打不败的爱情 感谢您的感情